嗨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们现在自驾青海 最近几天了都在御树 我们今天两人两车要出发去野鸡海 搜猴的面包车自改床车 要把水加满 我们加满了 出去就可以露营两三天 不用加水了 这面包车改的倒是挺好 出来自驾一个多月了 这个坏了 这个也坏了 葡萄 你越来越乖了 野鸡海离狱树有100多公里 两个多小时车程了 不知道今天到那里会不会天黑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村道了 只容一辆车通过 就这样子的路 我们还要走33公里 还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野鸡海 我看到一只狐狸了 我看到这只狐狸了 你好啊 很大朋友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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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 戴起季前的 一只路十年百年前 我知道吹过的牛逼 也魂碎青春雨消了知 让我困在城市里 我们已经找到今天的注册地了 迷糊边很近 今天晚上猴哥就要开始练习他的星空拍摄了 M档吗 对 M档 小微焦 我都是小白 接下来一起练习了 风很大 明天才看得到这里的环境是咋样的 昨天晚上我们就停到这里的 因为天黑了 没有继续走 哇 这些牦牛都是自己往外面走的 你看 都没有人赶他们 自己出来喝水吃草 这个水好像是咸水吧 哎呦我吓到他们了 我这么温柔 你们还是一群 哦不是我吓到了 是厨头刚刚跑过去吓到牦牛了 猴哥煮的早餐也好了 他的面包车改房车还是挺棒的 昨天晚上他开始拍摄星空 只是这个地方 昨天晚上星空不好看 今天好晒呀 一早起来就把防晒服穿上 猴哥都早餐吃完了 不好意思 没陪你吃早餐 你没吃鸡蛋吗 吃了 怎么我这有两个黄啊 下了好几个呢 你都没吃 你就下了两个吗 不是 我下了两个我舍得给你啊 是 你给我吃那么好 有啥用啊 我吃了都没良心 吃饱了 手发脾气 我们刚出发走了一点路 猴哥在这里飞无人机了 这里海拔4200多 这湖水是咸的 高原咸水湖 近海这边很多咸水湖 这水很清澈 这水不是很咸 这个咋是能跟随呀 我都没找到 特别淡 跟随我们的车是吧 对呀 没找到咋是能跟随呀 这野鸡海周围都是草原 你看 这蓝天白云 水清澈 现在无人机要跟着车走 我们去前面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好的录影地 我们跟着这车走 已经下到了 去到湖边 这个还不好走 我们顺着车折印把车停到湖边了 真的很美啊 还有很多野花 这还有一条车折印往那边走的 应该当地经常有人来露营 看这环境太好了 小野花 你看我们车这里刚停下来 就来了三只 生怕被抢了 给那只狗狗拿扔一个吧 你看他在那里不敢动 他为什么要吃那么快 生怕被大狗狗抢了 是吧 太热了 太热了 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 一只帐鸥炒得很贵 都是几万块 十几万二十万的都有 现在这边随处可见的这种帐鸥 都不值钱了 他们都饿荒了 不是 这都串串 串串啊 它那个黄的不像串串 那个就像那个纯种帐鸥一样 你看那么大的个头 我现在看那边 我一直没拍过 我现在连了 就像我一人 会把这个园子 都没拍过 我们一起拍过 这样 这是因为 我想要吃这个园子 年轻人 就能吃饱物 比如她 跟你干嘛 这个lists 刚准备 사 从刚开始小微做的胳膊罐 到现在没有这个蓄面 我都得渴死了 水火了 我马上来煮午饭 就煮到青椒炒蛋就好了 你直接吃啊 对啊 这是给我吃的吗 对啊 好 这也是吃的 来吧 找了 不行太幸福了 以后喝这个喝上瘾了 咱们喝上瘾了 喝上瘾了我教你做 以后我们没有一起自家游的事 哎呦 你要给我做 你教我做好 我跟你在一起自家游的时候 就给你做嘛 外以后我们没有在一起自家游的时候 你就自个做啊 外游你说个让我感动的话 我们干脆别吃饭了 你这个锅线都坏了 你把我那个线拿走了 待会我怎么炒菜用啊 这个还能插我的锅吗 嗯 这个 去玉树重义买一个锅 这个锅煮饭 它这里面设计的电池炉只适合煮汤 炒菜的话油烟不方便排出 待会还是在外面炒 完了 你把我那个线弄坏了是吧 你赶紧插上我那个锅看能不能用 不能用 不能用 猴哥 我们今天中午吃啥 直接把锅弄上弄油 先放点炒蛋煮汤 今天就不吃米饭了 我在这里炒菜 三只藏壳在这里颠度我 我就在这里煮个面 你看他们口水都滴出来了 你别滴到我们这锅了 这个锅装面 待会这个锅还接着烧汤了 这是我第二次煮饭 今天又这么尴尬 很少尴尬 每次都有你帮忙 我们抬这锅 不帮忙那做的饭能吃啊 来吧 给你的 你都玩 你自己来 太晒了 待会儿吃了我们就走吧 杂杂的在这里 这里很少有游客来 就是可能因为太晒了 也没有其他看的 没游客来 游客会来这种地方 很少吧 哪个游客啥都能来这种地方 我们俩啊 你说这个啥吗 拿来弄点这个拌面酱 把拌面酱 把它扔掉 一拌面它不会太香吗 就是拌了 明明就拌面酱 肯定拌了好吃一点啊 太香了 能打让人吃吗 厨特自己下河去洗澡了 是吗 嗯 哥哥在那里走 厨特继续下去啊 这狐狸游过来一只野鸭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狐狸了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了 真的眼睛都睁不开 今天三只胶熬 吃的饱饱的 你看 今天的晚餐 明天的午餐 他们都有了 把这些垃圾带走 把兔子放到车里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厨哥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 去龙堡 龙堡 远吗 不远 最近几天了 我们是在玉树周边 就是一些小众景点 确实也没有特别的美 因为我们有几个快递到玉树了 等到玉树把所有快递收完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那些地方就真的是风景很棒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狗狗我们要走了 今天他吃的最多了 不过那两只瘦的狗狗也是吃饱了 外面好多狗粮没吃了 握个手 我不敢跟他握手的 那好了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